現在應該是陸陸續續上去 嘩 好厲害 可以出發了 我們現在到 好 慢慢 我們第一格上來這個橋 非常興奮 我們看兩邊 這條橋是非常壯觀的 跨灣大橋和張南隧道是200億的投資 其實現在亦看到來到其中一大打卡點 就是湖獵橋的雙拱鋼橋的位置 因為我今天也是第一天自己行車 看到了 前面的路牌看到 靠左的1B出口是去香港東的 我們就行六號幹線 我們現在就出觀航 離開隧道口 上這個幹道T 其實現在亦都在港T2主要幹道和茶果嶺道 現在見到好似好多工程未完成 其實就是之後的另一項工程 本身如果完成後 就會直接接駁回到張南隧道這裏 不過根據政府的預測 其實T2主幹道 其實都在2026年才會痛斜 在茶果嶺道上 在茶果嶺道 就向著觀塘妖道方向 現在其實我們已經下了茶果嶺 接近觀塘方向 時間我們用了多久呢 9分鐘 9分鐘多一點 雖然是星期日的早上 其實都看到有些大貨車 拍攝在附近 亦都看到他們剛剛經過 對 所以好看如果真的日常 即是上班時間 究竟會否影響到剛才我們走的樽頸位呢 會否演變成一個樽頸位 就是一個關注 很舒服 其實那個規劃很明朗 一條橋 壯觀 景色也好 所以我相信 第一件事 我們將軍有一個新的地標 就是跨岸橋 亦都 行車那裏 空氣質素整體 我覺得它都會偏好 當然 亦都會有一些草形泥頭車的將來 究竟會否可以維持到行車的暢通 我覺得都樂觀的 他又會排拉 衣衡 正在當中 因為 蒼洞 進去 剛才 這次 是 室